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将引入一套方案 你会发现在Sephyracy的支持之下 当我们想操作Jason时 将无比的便利 那么在这儿 我们要导入两个新的依赖 叫做Jackson 还有我们的FastJason 这两者你任选其一 这两者你任选其一 你们现在是不是用过这个 我们朋友们都用过什么 那最好 那我们先挑一个诗 我们一个一个来 行不行 我们先把Jackson弄过来 一辆是不是找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重点 我们要使用一个注解 叫做TraceFunds Body 放哪呢 它可以放到我们的方法上 这是我们的一个handler 对吧 方法上 也可以放在方法的反馈值上 等价效果呀 你看那个顺眼 你就用哪一个 效果等价 对吧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很简单 只要这个方法上 或者方法的反馈值上 加了这个Response Body 这种反馈类型 最早的我们是不是死串 换个东西 有一个mode and wave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多了一个 任意一个家伙类型 这是我们的pulger 对不对 是这个 那我们来玩一个 你看看啊 我们来 我来写一个包 接成包 这一个类 这个GController 加注解Controller 加注解Request Mapping 杠接 那这一会儿不定是什么了 对吧 先控制 test 1 是吧 那这儿我们是不是应该是调一个service 是这个是吧 我这儿先不调service 我先来自己new一个东西 我来写一个类 特案 new user 然后lumpbook我们倒了吗 倒了 复制过来的不对 倒了 我们可能来 接着看 我们随便来的一个属性 private indigan的id private 圈的name 多事了 再来一个吧 private 不许多的 不许多的 再来个仔细的 private 对他的 生意 这边就给他返回了 行吧 然后这儿 所以先加上我们的路径 require the mapping 老规矩 重点是 加一个这个 这个加好之后 我们就来访问这个方法 你看着啊 重新部署这个项目 OK 接层开始一 是不是给你打回来了 当然了 这个程度后续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阿杰克斯的访问 这样我们就是快速设施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这个日期看来不是很规矩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是个好秒数吧 对吧 我们呢 这个 给他改一改 看呢 到我们的实际里边来 这个注解来自于 杰克斯 刚刚我们是导了 这个杰克斯的依赖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儿可以用他的注解 就是杰克斯 它里边有一个属性 等于 等于 拜拜拜拜 干 行好了吧 看效果 是不是就赶了 对吧 这个能赶呢 就足以说明我们那个那个杰克斯 是不是已经投入工作了 能助解就是杰克斯的吗 对吧 是这个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杰克斯 是不是就很简单 只要加一个什么乐队就可以了 ResponBody 接着注解一量即死了 是吧 然后 反馈是怎么做 你需要什么 就反馈什么 就是OK了 这儿不再拘泥于 什么四川呀 什么摩托的卫物啊 是不是不搞那个了 是不是爱是啥是啥 只有这个注解 这边是不是就随意了 是吧 下面还可以做一个集合呀 集合那个事儿 我们也来搞一个 看看 看着啊 带子二 还是温斯邦的包袋对吧 反馈是什么呢 看着 我们改改东西 这个宋涛 这点 是不是改完了 改完之后来 成一步数 没事 来 开始 有手比我快的 错不了 甭检查 肯定错不了 好吧 你让他可以看看 他有没有乱码 乱码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所以人也帮你把这个 中文乱码也解决了 这不是帮你做了 支付机的设置 对吧 要想保证 这个中文不乱 得怎么设置 是不是得设置 那个什么 response.set 开入它 encoding 又贴吧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是人已经帮你设置好了 那今天都甭管 然后 这东西是用的是 Jackson的 对吧 我们再来试一试 我们那个fast Jason 那是不是倒依赖呀 把这依赖倒了 打完之后来 打完之后来 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呢 我们来改一东西 因为这个注写 是不是Jackson的 我们这样 我先这样吧 我把这Jackson给它注写 那么这儿这个注写 是不是就已经不能用了 是不是意思吧 然后呢 我来做这个 add 就是 assin field 它有一个format 这个注写来自于哪呢 fast Jason 我们配处测试一遍 所以这会儿会有问题 看好了 小心 报了一个500 什么错呢 是不是也说 有好多日志 看哪个 看最后一个 看这一块 这一大块里边的第一行 no commotor found for return value of type 什么类型呢 release 说没有什么 没有转换器 转换器是什么意思 你想 你反复是不是一个加用对象 或者加用结合 它是帮你转成这个Jason的 对吧 他说找不到转换器 难道是我们没有吗 不是没有 你看着 首先呢 现在把我们的这个 无论是这个当个对象 还是这个集合对象 从对象转成Jason的 是这个主线 叫做attp message 这是顶线 这是顶线的一个负类 看见没有 而现在我们都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fast 接线 你看这 fast 接线 来自于阿里巴巴的一个 一个 一个架包 叫做 一个类 fast 接线 message 是有这个整合器的吧 对吧 那有这个凭什么说 我找不着呢 其实是这样 你这有这个类不简 对不对 但是spirec不知道 spirec不知道 有什么类 那这就奇怪 为什么刚刚我导的 那个jackson 他就能够使用呢 是这说 你看着 还有另外一个类 叫做 jackson acp message 谁写的呀 你看 你看这个 是不spirec 你写的 也就是 spirec 已经内置了一个 转换器 是 给谁写的 给jackson写的 所以他默认 他默认就会采用 这个jackson 只要你在项目中 导了jackson的 这个实现 他就能够正常 使用jackson 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导这个jackson实现呢 他是不是就找不着实现 竟然要报错啊 能理解吗 你去 jackson的类 他虽然是spirec写的 但是他里边并没有实际的实现 他并不能实际的把jackson 转成jackson 他需要我们的那个jackson架包里边的实际实现 去做具体工作 而现在我在项目中 是不是没有导那个jackson 是不是没导 所以 当这个组件 要真正转换时 发现 哟 你并没有给我导量实现 是不是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用的转换器 他就报错 懂东西是不 这里边银行的一个意思 我们这个jackson 是spirec默认的jackson助理方案 是吧 所以你知道 如果你想换成发子jackson 你还需要做些个额外的配置 做什么呢 你看 有这么一段话 听到我们这个标签吗 这第一天我们就做过了 是不是连助解驱动吗 对吧 其实一直是个空标签啊 今天我们要加内容了 加的是这个红框里边的内容 就叫message competitors 是不是转换器呀 加了谁呢 加了这个发子jackson的这个转换器 是不是加过来了呀 相关于是我们还要说一下 这个转换器 他负责转换的类型是什么 是不是jackson 如果你是想转别的 是不是不用找他了 对吧 只有你想要转换金的时候 是不是才找他呀 就这意思 所以我们要把这段话复制下来 换成针 是这儿呢 是吧 这个类 是来自于我们导播的那个发子jackson的加包 对吧 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转换器是适合准gson的 这个是gson的一个标识 是吧 这是gson的就叫做memotap 是这个 是什么叫memotap 每一种文件呢 或者每一种数据格式 都有一个唯一标识 比如说atml的这样的文件格式 这样的数据格式 他的标识是tagsatml 对吧 比如图片的文件的格式是 什么image-png 是不是好多种格式啊 还有什么image-tif 对吧 而我们的 还有一种pdf pdf的好像是叫做什么application-pdf 而我们的json的这种数据格式呢 它叫做application-json 所以这是一个唯一标识 能懂得认识吧 对吧 是这样 那么写完了这一段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fass json 真正的安装到我们这个项目中了 spermc就知道了 哦 我可以用它做json转化 明白了没有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好了哦 如果我们这一步真的是安装成功了 那么我们在视频里边留下了这个注解 是不是应该会成效吧 对吧 我们这样我们换一个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反映线啊 我们这玩中划线的 区别一下 看效果 重新部署 完成了 然后来 刷新 看这几格是不是也是中划线了 这样吗 是不是我们那个fast json 是不是已经投入实用了 行吧 OK 那么 其实上我们先讲到这儿 你注意 json还没讲完 后边还有一块内容 我们是不是先讲了 如何把java转成json 是不是响应出去 以及测了两种间的方案 json和fast json 哪种是默认的 json 所以你用这个才会比较简单 只要导包就可以用 他是不是就自动找这个实现了 而fast json呢 某些要额外的一步安装才可以 对吧 OK 上午我们先到这儿